大家好 欢迎来到延的读书会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小伙伴们喜欢历史 对许多历史故事中的王侯将相坚定鬼魅 都是如数家珍 但选择以一个朝代或某一个人的某一段故事 作为历史的切入点 往往就会带来一个问题 那就是它会造成我们对历史缺少纵深感 让我们一谈到历史 就是某个人的风华雪月 哪个人是忠诚良将 哪个人是坚定祸乱朝纲 哪个皇帝的性格好一点 哪个皇帝的性格残暴一点 你说这么学习历史可不可以呢 当然可以 毕竟历史本身在很多时候 其实都非常的枯燥无趣 而且略显晦涩 可一旦历史变成了某一个人的具体的故事 一下子就变得有趣起来了 如此一来 大家对历史的接受度也就会变得更高 但如果今天的中国人 想要讲好我们自己的故事 尤其是在这个到处都充斥着 民主自由队专制维权话术的时代 我有时候吧 其实会有一种有心杀贼 无力回天的挫败感 在我看来 今天别说讲好我们自己的故事了 其实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 我们自己究竟是怎么回事 其实都没太搞清楚 我们就一头扎进了这场时代的乱流当中 我们大部分人既不清楚历史也未必看得清当下 我们言必称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不曾间断 说这话的时候 大多数人其实都充满了自豪感 我也不例外 但悠久的历史对于一个古老的民族 却又非常年轻的国家来说 又何尝不是一种负担呢 因为要讲清楚我们今天的故事 要看到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一些问题 我们就不得不回归到我们的历史 所以我们不能只用碎片化的故事去理解我们自己 我们需要一根能够指引我们的线 一根能够带我们把几千年的历史穿起来的线 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 叫做《何以帝国》 这本书用了一个我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的切入点 财政视角 帮我重新审视了中国古代王朝的兴衰与更迭 当然这样的历史之线绝不止一条 我今天也只是分享了其中一根线的一个线头而已 顺着这条线捋一遍 也许当下正在发生的一些事 您各位也就能够明白了 首先咱们来解决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到底啥是个财政 财政这个词和财务相对 其实这两个词所谈的都是对于钱财的收支与管理 但两者在性质上却完全不同 秦琼卖马和大鱼之水的故事 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秦琼当年去鹿州府出差 但是到地方之后 他发现自己没钱吃饭也没有钱住店 所以只好把自己的马给卖了 还有当年治水的大鱼 也遇到过钱不凑手的时候 治水这么大的工程呢 肯定要花不少钱嘛 于是他就把天下划分成了九个财政区 要求这九个区的部落首领 按照自己当地的实际条件 来缴纳贡品 来为治水工程提供资金 但是有一个叫做防风式的首领就不乐意了 他就觉得你大鱼治水 又不是我让你来治的 而且这发大水的时候也淹不到我 凭什么让我来掏钱呢 所以防风式打死不交钱 然后他就真的被大鱼给打死了 这两个故事讲的其实都是解决钱的事 这两个故事在这两位主人公身上的展开方式 好像也没啥毛病 即便是放到今天 以今天的价值观来看 好像大家也都能够接受 但如果我们把这两个故事的剧情给对调一下呢 那乐子马上就来了 秦琼到鹿州府之后 发现自己没钱了 于是秦琼就在路上拦下了一个老大爷 说你要不给我钱 我就打死你 这一波云天的秦琼秦二爷 就直接原地变成了一个拦路抢劫的臭流氓 然后大鱼为了治水 把自己能卖的东西全都给卖了 你也别三过家门而不入了 干脆把自己的媳妇孩子也一并卖了 就是为了筹点钱治水嘛 那大鱼也就不要治水了 那点钱估计也就够盖个厕所 大鱼直接也就变成了一个贩卖妇女儿童的精神病 这就有意思了 明明两个人要解决的是同一件事 为什么彼此的成功经验不能相互接见一下呢 这本说的作者用一句话就解释清楚了这个问题 大鱼要钱是为了治水这个公共需要 而秦琼不是 用财政术语来说 就是满足公共需要 是财政可以运用强制手段的唯一合法理由 这就是财务与财政的区别 秦琼要解决的是个人财务问题 所以你不能随便使用暴力 而大鱼治水这么大的工程 靠一个人或一部分人搞不定啊 那么就需要举国体制 大家都得出力 那么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非常有可能遇到不得不使用暴力的情况 接下来我们再来解释第二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那就是为什么财政这两个字 对于我们理解自己的历史会至关重要 首先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幅源辽阔 人口数量一直都比较多的国家来说 要形成并维持大一统的传统 你就离不开可以良好运转的财政政策 而良好的财政政策也会反过来进一步塑造国家意识 并加强国家的统一性 可能中国人对大一统这件事已经习以为常了 没觉得有啥了不起的 但是如果你和全世界其他地区对比一下 你就会发现 2000多年的中华帝国史 居然始终能够维持统一这个主轴 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 如果我们拿整个欧洲来跟中国做一个对比的话 中华帝国是2000多年当中 除了魏晋南北朝时期 帝国内部的秩序基本都可以维持得很好 即便中间有王朝的分崩离析 它也能够很快的恢复秩序和统一 但是欧洲的情况呢 自古罗马帝国崩溃之后 它的内部秩序从来就没有维持超过100年的时间 至于什么统一那就更别想了 而让中华帝国做到这一点的 就是帝国内部的财政运行 在绝大多数时间里都比较顺利 因为只有良好的财政运行 帝国才能供养军队 对外扩张对内维持稳定 才能做一些如都江燕 长城这种浩大的工程 才能养活庞大的官僚体系 让帝王有效统治广土种民 才能在自然灾害出现的时候 调动国家资源去救灾 除了我说的这些 您各位脑子里所能想到的 有关于国家职能的一切 都离不开财政的支持 所以了解帝国财政史的演变历程 对我们了解自己的历史至关重要 除了以上这些原因外 还有一个原因 让财政这两个字无比重要 那就是打从有了国家 这个概念的那天起 执政精英很自然的 就会倾向于让自己的集团 垄断政治经济知识等一切机会 因此国家就会陷入到 一种历史的必然性当中 西方人把这种因果性 称为自然国家 意思就是说 一个国家的精英 会很自然的去设计制度 让自己垄断政治 经济文化等一切特权 竭尽全力降低经济和政治中的竞争性 由此造成阶级凝固 和国家活力的窒息 在中国 咱们把这种因果性 称为豪墙崛起 土地兼并 门阀等不同的名字 那么这种历史的必然性 会造成什么后果呢 诺贝尔经济学奖 得主道格拉斯诺斯认为 这样的自然国家 他谈不上发展 甚至也无法维持统一 我们的老祖宗 在南北朝直至隋唐时期 想尽了各种各样的办法 去对抗这种历史的必然性 很幸运的 他们当年成功了 他们打破了豪墙士族的垄断 开放了政治经济社会机会 由此我们才赢得了 中华帝国后来的辉煌 但是我们也不是 每一次都能成功的 在我们的历史中 对抗这种历史必然性的战斗 往往就三种结局 国家成功压制豪墙的结局 有两种 一种是比较和平的方式 也就是通过成功的财政改革 不需要流太多的血 就能帮助国家走向富强 就比方说 上央大爷当年的变法 另一种呢 就是不和平的方式 那就没有什么道理好讲了 讲法律呢 讲不清楚 讲道理呢 也没人愿意听 那作为皇帝 就只能杀的人头滚滚 就像是明初时期的 红武四大案之一的空印案 朱元璋大笔一挥 就砍掉了数百人 连坐数万人 还有清朝顺治年间的 江南奏销案 最后被波及的人数 居然高达1.3万人左右 这种做法在当时看起来 好像非常的痛快 以一种快刀斩乱麻的方式 解决了原本很难解决的问题 一下子就铲除了当地的豪强 但是这种做法 它有一个严重的后遗症 那就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 军权所代表的 其实就是那一份公共性 而你在处理财政 这种需要体现公共性的问题的时候 却动用了私权力 却动用了帝王的特权 去解决财政问题 这种做法其实会反过来 侵蚀代表公共权力的军权 它会留下严重的后遗症 所以这种做法呢 我们是不推荐的 还有一种结局 那就是帝国最终败给了豪强 结果嘛 那就是王朝覆灭 被推倒重来 就像是明末帝国 无法从豪强手中 收取足够多的税收 最后皇帝 居然只能派出太监 去各地收税 历史上批批明王朝重用宦官 帝王昏溃无道的内容 已经有很多了 但除了这些东西以外 我们还应该看到 派太监收税这事吧 其实是帝国财政系统崩坏的结果 一个皇帝塞尔 他也不至于 在有其他办法的情况之下 把自己身边的太监 派去各地给自己收税打 最后闯亡李自成围困北京城 皇帝居然已经沦落到了 需要向自己的臣子借钱的地步 而最可悲的是 崇祯皇帝如此低三下四 也只筹集到了区区二十多万两白银 这点钱连发军饷都不够啊 这个对抗这种历史 必然性好像说起来并不复杂 但还真不是每个国家都能做到 其实哪怕是到了今天 这事也只有少数国家能够做到 比如我们的好邻居印度 他发挥的就一直非常稳定 一次都没有成功过 所以他的粘稠到几乎凝固的种姓制度 其实真不该怪到某个宗教的头上 因为就算没有那个宗教 印度的社会精英也会用其他的方法 来完成对政治经济知识等一切机会的垄断 在现代国家 反垄断对资本征收高利得税等办法 其实都是在对抗这种历史的必然性 顺便再悄悄的告诉各位 当年由教员同志发起的那场革命 一直到今天还在成为一些人攻击我们的靶子 但其实当年教员同志所做的事情 也是在反抗这种历史的必然性 只不过他老人家当年把对抗这种历史 必然性的希望寄托在了自我革命上 而且是每隔一段时间就自我革命一下 但历史已经证明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这本书的作者依据国家组成的三个必备要素 人口土地公共权利将中国的发展阶段分成了三个阶段 这第一个阶段是城邦 从国家这个形态刚刚出现 直到春秋战国之前都属于城邦阶段 这第二个阶段是帝国 从战国到清代 中国那个时候都属于帝国时代 第三个阶段就是现代国家 从1840年之后 中国逐渐走向的就是现代国家 我们今天还在走哦 之所以这样划分 是因为国家的三个必备要素 分别在这三个阶段发挥着支撑点的作用 就比方说在城邦阶段 土地有的是 但人口却非常的稀缺 所以城邦国家的主要支撑点就是人口 谁拥有更多的人口 谁就拥有了当时最宝贵的资源 国家也就能够发展得更好 然而随着人口不断的繁衍 土地开始变得相对稀缺 到了帝国阶段 国家的支撑点就变成了土地 所以在这个阶段 对外不断的扩张 对内更有效率的使用土地 就成了国家发展的内在需求 为什么搞清楚 不同阶段的国家支撑点很重要呢 因为这跟一个国家的税饼息息相关 所谓的税饼 就是一个国家用来征税的那个抓手 通过什么去征税 而不同历史阶段的国家的税收之饼 必然建立在国家主要的支撑点之上 就比方说在西州时期 当时的中国正处在城邦阶段 周天子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民众 亲身从事某种劳动或战争 这种征税的形式在历史上被统称为摇曳 所以在城邦阶段 中华帝国的税饼以税人为主要手段 比如民众需要自备武器替周天子打仗 或者替周天子种公田建造公共工程 我们在历史教科书上都学到过 周朝灭亡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是自然灾害 二是分封制削弱了中央的权力 三是地方诸侯势力作大 导致周朝国力进一步的衰弱 最终被秦国所灭 但其实你细想之后就会发现 以上三个原因 其实归根结底都是财政出了问题 最后周王朝覆灭 就跟中国古代许多王朝覆灭的原因一模一样 没人纳税 中央没有足够的财政收入 自然就没有办法去救灾 周天子无法从民众身上征税 中央权力自然就会被削弱 而诸侯不纳税 将大部分的财政收入都装进了自己的口袋里 久而久之他们的实力自然就变得越来越大了 以至于最后周天子居然窘困到了 不得不向富商借钱 才能勉勉强强拉起一支几千人的部队 但这种急救张的做法 终究是救不了气数已尽的周朝 只为后事留下了一个债态高筑的典故 当周天子的权力被架空 诸侯们开始逐渐减少纳税频率的时候 周天子也尝试过想一些办法 当他发现自己的钱开始不够用了 就连维持周王室日常的开销都成了问题的时候 他其实也很为难 因为如果直接开口问诸侯们要钱 那多丢人啊 以后那些诸侯就更不把周天子当人看了 于是管仲就给周天子出了个主意 让周天子借助自己的威望 搞个大型化妆舞会 召集诸侯们来参加一场祭祀活动 而想要参加的人就必须带一捆青毛 才能够入场 而周天子只需要在此之前 把所有的青毛都收集起来 诸侯们想要获得青毛就必须高价购买 如此一来周天子这李子和面子不就都照顾到了吗 要说这招敛财的效果的确是立竿见影 但你指望这种下三路的招数 去解决一个帝国的财政问题 那这就属于老太监聊天无稽之谈了 而且买了高价青毛的诸侯们 他时候总会回过味来的 堂堂周天子居然会用这种下三路的招数 向诸侯们要钱天子的威信瞬间就荡然无存 这跟后世那个派太监去收税的明朝皇帝 有什么不一样啊 都是财政的正路走不通了 就开始想一些旁门左道 结果反而是加速了王朝的灭亡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 那么原本强盛的周朝是如何一步步沦落到 需要靠旁门左道来敛财的地步的呢 这话其实还得从西周初年讲起 当时周天子宣布 普天之下莫非王徒率徒之兵莫非王臣 我们姑且先不去说这句话 完全是一种对周天子个人权利的夸大 而是应该将周天子所代表的军权 视为一种具有公共性质的权利 而这种权利的依据 就是我把我占有的土地分给你们啊 让你们去种地 那么你们就有义务向我纳税 可能从现代人的角度来看哈 这完全就是万恶的旧社会本会 但如果你能够意识到 国家这种组织形式的出现 无非就是为了解决个人安全与社会繁荣 这两个根本性的问题 那么周天子的意淫 你是不是也就能释然了 毕竟周天子所组织的那个组织 他的确解决了这两个根本性的问题 莆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兵 莫非王臣 这句话放在当时不但不是一种落后的表现 反而相当具有先进性 今天好像但凡是个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的中国人 都知道分封制有种种的弊端 但我们的教科书却没有仔细的告诉我们 分封制其实是当时唯一可行的选择 我们不妨想象一下 在那个出门基本靠走通讯 基本靠侯的年代 甭管是周天子还是诸侯们 都无法有效的对土地实行管理 所以那个时候的君主要统治这个国家 唯一可行的办法 就是控制那些聚居在一起的人 而要控制这些聚居在一起的人 只能依靠分布在全国各地的诸侯与贵族 财政收入也只能通过税人来实现 至于为什么咱们一会再说 但税人这种形式 它有一个显著的缺陷 那就是它违反人性 就像曾经的法国财务大臣巴蒂斯特克尔被说的那样 税收是一门拔鹅毛 而又不让鹅叫的艺术 那意思就是说 收税的过程要尽可能的让民众不要感受到痛苦 但税人也就是姚意 偏偏是种最会造成民众痛苦的收税形式 那么周朝的财政制度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传统的说法叫做景田制 由诸侯或者更低级的贵族将可耕种的土地分配给农民 或者认可农民自己开墾的荒地 由此就形成了私田 私田里产出的粮食通通归农民自己所有 然后再由八户农民集体耕种一块工田 这块工田产出的粮食就上交给贵族和诸侯 就形成了财政收入 八块私田中间夹这一块工田 是不是就形成了一个井字 这就是所谓的井田制 虽然农民耕种工田上缴的是粮食 但诸侯贵族收缴的其实是民众的无偿劳动 除此之外 民众还得无偿提供利益和军益等摇曳 所以这样的财政收入就是依托于人口在征税 以税人作为财政的税饼 但是这种制度随着人口变得越来越多 对有限的耕地资源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压力 于是大量人口开始涌向未曾开发过的土地 开垦出了更多不需要承担财政义务的私田 而且你想啊 但凡是个正常人 怕是都会更关注自家的私田吧 对于工田的劳作 那主打的就是一个敷衍了事 这种最朴实的人性 在史书上留下了一句话 叫做民不肯尽力于工田 于是农民们在自家的私田里干得热火朝天 而工田的产量却变得越来越低 至少不会怎么增加嘛 在教科书上 我们学到这段历史的时候 我们脑海中所呈现出来的那个画面 可能是贪婪无度的诸侯们 无所不用其极的兼并土地 搞贪污腐败 但真实的情况 可能还真不是这个样子 我们可能当时都有点太高看诸侯们的能力了 在景田治下 其实不光周天子收税费劲 诸侯们收税也一样的费劲啊 所以当这种逐渐过时的财政制度 引起内生性的缺陷而逐渐走向终点的时候 距离新的制度出现也就不远了 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有一个名词 叫做初税母 它说的是春秋时期发生在鲁国的一个财政事件 在教科书上这个词只是被一带而过 但这项财政改革 却标志着中国从城邦阶段 正式开始向帝国阶段迈进 那么究竟啥是个初税母呢 简单来说呢 就是鲁国率先按照美户人家 实际占有的耕地面积 按一定比例来征税 在当时按照土地面积来纳税 被称为屡母而税 为什么我说初税母 标志着中国从城邦阶段 开始向帝国阶段迈进 而不是说已经迈进了帝国阶段了 因为这一步啊 中国人其实足足迈了有千年之久 虽然按照耕地面积来征税 它既公平又合理 这样一来呢 财政责任就可以落到那些 有能力的人的头上 拥有的田地多 你就多交税嘛 田地少就少交税 没有田就不交税 说到这儿 我突然之间有了点小感慨 千年前的中国人 就有了通过屡母而税 来实现财政义务的 相对公平与合理的理想 但我们今天却还在为 该不该收房产税而进行激烈辩论 愧对仙人啊 这个做视频这么开心的事情 咱们就不去提那些恶心人的事了 咱们继续 屡母而税这个政策它好不好呢 当然非常的好 但就是有一个小瑕疵 那就是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之下 根本无法实现 您各位想啊 要根据土地面积来缴税 那前提是不是就得先丈量清楚 每户人家所拥有的土地呢 所谓的屡母而税中所说的那个屡 就是鞋子的意思 屡母就是靠跨步子来丈量土地 这个在西州宽一步 长一百步为一亩 所以我们姑且先不论这个量法 它有多么的废邪啊 但就是养活足够多的人 去跨步子量这块地 那难度都不亚于组建一支军队 而且那个跨步子的频率 我想起来都淡疼啊 而且在现实生活当中 田地大多数它都不会是个巨型 而且它都不一定在平原上 有可能在山上 或者在某些鸡脚嘎啦 对吧 我今天哪怕是给你一把卷尺 让你去量这些土地 你都未必能够量得清楚啊 更何况是当年那些 只能靠跨步子来丈量土地的人啊 而且更淡疼的是 这些土地的分布状况和归属权 它不是一成不变的 它每年都会有变化的 所以这就需要土地管理档案啊 还需要基层官员根据档案中的土地面积来计算税收 称量粮食 这一桩桩一件件都需要大量高素质的基层管理 和非常复杂的官僚机构来负责具体的操作 这些所有的事情在当时啊 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虽然屡膜而睡的财政理想贯穿了整个中华帝国阶段 但是从秦汉直至唐初 这个理想因为技术条件有限 只能是退而求其次 国家先按照丁口 也就是成年男子的数量来分配土地 大致上呢是义夫寿田百亩 然后国家再按照丁口数来征税 因为理论上每个人都有土地了嘛 所以对人征税跟对土地征税就大致等加了 这种通过属人头的方式来管理聚居在一起的人 是不是要比账量土地简单多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君田制 好多朋友一看到君田两个字 就自然而然的想到了打土豪分田地 但其实君田制和打土豪分田地 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汉代的寿田制 北魏的君田制 隋唐的君田制 他们干的其实都是同一件事 那就是先把土地授予个人 然后再对人进行征税 以此来间接地实现屡母而睡的目标 商鞅变法喊出了费景田开签末的口号 将中华城邦的财政改革推向了顶峰 从城邦阶段的末期 一直到唐朝的两税法实施之前 中国的财政制度实际上就变成了一种 通过税人来实现税地的混合体 虽说在城邦阶段商鞅变法 让秦国油弱变强 也为后世中华帝国打下了基础 但他依旧没有能够改变 秦朝财政制度税人的本质 秦始皇为了抵抗匈奴 派人修建长城 发兵三十万 为了开发南方 又动员了军民三十万 与此同时又动员了七十万囚犯 建造俄房宫 秦二世即位 又从各地蒸发了几十万囚犯和农夫 修建秦始皇陵 那个时候全中国的人口不过两千多万 但秦王朝为了修长城 首领南 修俄房宫 建造林寝 前前后后总共蒸发了 差不多两三百万的壮劳力 这种通过税人来实现的财政制度 给当时的老百姓带来了巨大的苦难 于是在秦末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在陈胜吴广同志的领导之下 非常突然的 但又毫不令人意外的发生了 同时也拉开了秦朝走向覆灭的大幕 就是因为有秦朝的惨痛教训 后世甭管是城邦还是帝国 大家都在尽量避免税人这个选项 都在往税地的方向去靠拢 因为税地给民众带来的痛苦感 要比税人小得多 在中国古代的史书上 秦朝毫无意外的成为了一个反面典型 成了横征爆脸的代名词 古今中外有很多人总是习惯性的 将秦朝二世而亡的原因 或者部分原因 归咎在这个皇帝暴虐的人格特质上 虽然他们也承认秦始皇的丰功伟绩 但却认为秦始皇的性格 中归是有点不太好 浩大喜功 花钱花太多 想干的事太多 不拉不拉一大堆 所以秦朝二世就亡了 但除了这些表面的原因之外 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起关键作用的 从来就不是什么性格 而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 甭管换谁来完成秦始皇所达成的那些丰功伟绩 最后秦国的结局恐怕都会差不多的 因为秦国统一六国之后 就意味着国家职能需要大幅扩张 与之相伴随的必然是国家财政的大幅扩张 而在以税人为主轴的秦朝财政制度之下 老百姓的痛苦值也必然会大幅扩张的 所以说难道换个脾气好点的皇帝 这种由财政制度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就能被扭转了吗 显然不可能嘛 除非当年的秦始皇 不去做那些应该由秦始皇来完成的事情 否则这个结局恐怕不会差太远 可能 优优独播剧场——YK